大家好 我是高壽少 我們今天回來繼續玩世界征服者4 上次我們很成功地完成所有的教學 兼且完成了俗心國的Chapter 1 閃電戰 今天我們就來玩Chapter 2 威失寶行動 好 不說那麼多 馬上開始 好了 我們今場的目標就是要打丹麥 拿了丹麥的首都 哥本哈根 還有丹麥的一座小城市 OK OK 希望今場都可以像上次打波蘭那樣順利 輕輕鬆鬆就拿三顆星 不過應該有些難度 今場要拿三顆星的話 因為對方的兵力部署都不差 我覺得有點屁肌 要打上去哥本哈根 應該沒那麼容易 盡力而為 來吧 完成就可以了 最生氣了 好了 我們現在一步一步來 先拿了丹麥的小城 OK 馬上試氣下降 然後拿了港口 然後拿了紅色圈的小城 最後就哥本哈根 嘩 屌 上面還有的 Holy shit 今場要三顆星 真的很有難度 嘩 原來上面還有的 我以為只有這麼多 真的盡力而為 嘩 對方的火力真的很猛 打了四個回合 都還在城裡面死守著 瘋狂的 瘋狂的 現在丹麥人這麼好抽的嗎 好了 應該差不多了 OK 佔領 非常好啊 嘩 現在對面派了一個將軍 想下來收復失地 拿回那座小城市 不是開玩笑啊 現在這樣呢 我隨時哥本哈根都還沒打到 就要失守這座小城市了 嘩 這一場真心難玩啊 沒有閃電電波蘭那一場那麼順利 有些Kick的 真是盡力而為了這一場 總之最生氣完成就可以了 我不管有沒有三顆星了 嘩 真是 棘手到這一場 CQ線的 那些丹麥人這麼好抽的嗎 這個可能是藍冠曲奇的力量啊 嘩 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那個丹麥將軍終於死掉了 好 接下來呢 全速前進 進攻這個哥本哈根了 是時候 好了 我們現在越來越多部隊 所以來到哥本哈根這個位了 是時候了 準備致命了哥本哈根他 那我再派多些人手過去支援一下先 把丹麥最後一罐的藍冠曲奇都拿起來 那再派些空降兵 非常好 好 好 差不多了 開著地坡 打 好了 差不多了 我們即將準備佔領這個哥本哈根他 把丹麥最後一罐的藍冠曲奇都拿起來 好 準備準備 最後一擊 接著 佔領 OK Finish 噢 沒有三顆星 只有一顆星而已 不要緊要啦 最緊要 最後 完了就行了 好 那 Chapter 3 都解鎖了 好了 那我們今天這條片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的 就記得按個like share這條片 還有訂閱我這個Channel 那大家有什麼想說 想問 歡迎大家在這條片下方留言 那就這樣啦 那我們下次同樣時間再見 Bye Bye